行动 真感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想基本上是因为自己业障还很多 可能要 你可能要恢复像12岁的心态 因为人生的历练 有些事情会有点复杂 但是因为这些复杂的心态都还在你心里面 这个叫障碍 所以有时候可能就要清除 就像洗衣机所谓消除业障 那你最好能够 如果按照汉传佛教拜拜慈悲三昧水灿 因为慈悲三昧水灿就是把这个三昧为什么 贪嗔痴 生苦意 三恶道 全部要把它灿除掉 它是有一个圆满的次第 这一点很强 所以如果你愿意按照这样 也不用败得快 按照上面 因为人也不是光这一世还有过去世 你就把这些忏除掉了 以后你会发觉你心里就平静 慈戒禅听它就不容易乱 但是如果有这些业障在 这些烦恼在 这些烦恼在 一下下去就会被被陷出来 所以在一个平常最好超超心经 可是哪一种 就是可以让你自己很平静 不会那么情绪化 你好像有压力太大 或者说你会给 我不知道你可能要问问你的朋友吧 或者是你家里的先生 看你给他什么感觉吧 因为还是比较 太敏感了 所以在这一点就是说 你要先让自己平静平静平静 这样 或是有时候他们缅甸佛教 他们很喜欢修很单纯的 定 这样而已 也可以让自己静一静 这样会比较快一点 好 佛弥陀佛 海涛法师您好 我是在一个购物中心 Westfield Shopping Center Bondai Junction工作 这个中心里呢 在过去若干年里 大概发生过四起跳楼自杀事件 所以我发下一个心愿 就是说在里面 就是说偷偷的贴上这些 南无阿弥陀佛 另外就是说念诵佛号 希望能够阻止 帮助这些众生 阻止这些事情再次发生 结果在购物中心里面 倒是没有再有人跳楼 但是前不久 有人从房顶的停车场 又跳下来 所以我觉得很惭愧 因为自己这个修行不够吧 自己的慈悲心也不够 所以我想请教您个办法 怎么能帮助这些众生 谢谢 首先随喜你 因为你有这个善行就很好 至少你跟他们就结缘了 当你有这个善行他们都知道 如果他们没有离开那边的话 但是基本上 首先我教你一个念下来 孤伟达尊者 有一位尊者叫孤伟达 他呢 就是负责把这些自杀亡魂 一直停在那边跳的 他会牵引别人跳 先把他带走 带到一个安定的地方 叫孤伟达 因为他是放过来的 所以没有翻成中文 叫孤伟达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你要跟这些往生者沟通 你既然有愿意吧 你要跟他沟通 这个沟通不是你跟他沟通 是说我讲的是 刚才讲 我把我的心 融入在阿弥陀佛的心 跟他沟通 跟他讲 有一点很重要 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没能力 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先讲我们跟佛的心是一样的 本体一样 只是我们没有去用 没有去用 所以现在我们观想阿弥陀佛 来自我融入阿弥陀佛这一体 然后你就会产生那个力量 了解吗 去转化对方的凡心 成为佛心 所以你要把佛的心印在你身上 然后再把佛的心印在 这个自杀者的身上 因为他心一改变了 他就脱离痛苦了 所以他只是在一个烦恼心里面 所以我们还是保持空性 我只是把我的我 法 恶 这个我的分别放掉 我让阿弥陀佛进入我的心 让我的心去超度他 而为他念阿弥陀佛 而引导他 归一三宝 但是要超度自杀 第一个要带他的是忏悔 你要说 我现在代替你 也带着你 向你爸爸妈妈先忏悔 因为如果爸爸妈妈不原谅他 或是还在伤心他 超度不了 所以你要马上 特别跳楼 你要带着他忏悔 忏悔以后 归一三宝 这样 归一三宝以后 你也帮他修一点功德 比如说布施水 你所做的功德 回向给他 跟他结缘 然后祈求阿弥陀佛 引导他 而且告诉他 你现在很痛苦 但是你相信我 阿弥陀佛说 一念来 我现在讲了 各位都可以用 不管对任何的 阿弥陀佛 愿的愿 一念来是实念 跟我念佛 愿往生 必定往生 你要告诉他 你要相信阿弥陀佛 不然阿弥陀佛不成佛 只要你愿意 然后你就带着他念佛 当然我认为 他可能有一些念头 还是不稳 但是其中有一念来 他突然 他有可能超度 但是结果如何 不知道 但是你这样去做 你会发觉 就会有一点效果 但是当然首先 你愿意超度他 这几个人 都更会跟你有缘 要这样相信 不然你不会想要 跟他结缘 我超度他 你要有这个想法 所以我只是说 借这个修行来 生起自他平等 然后悲心 然后对佛的信心 然后了解自己 那我想 有没有超度 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用这个心 你达到你修行的目标 但是当你达到修行的目标 跟这个力量的时候 他保证超度 他保证超度 当然你的信心很重要 不是你 就是说 你可以观想你的师父 在你的头顶 你可以观想阿弥陀佛 在你心里 你可以观想 观音菩萨都可以 那我想各位 这一点我要教过 那个地方有车祸 你要借这个机会 你会修慈悲观 或是你报纸拿出来 又有人车祸死掉 又有人跳楼了 又有人被强奸了 你马上要 你马上要 观修他 但是这一点 你要不断地虐习 不然的话 有人会怕 会怕这个事情 那我如果 我跟你讲一个事实 如果你真有悲心 他真的会跪在你面前 你怕不怕 但是你如果真有悲心 你就不会怕 但是如果你没悲心 他也不会来 但是他来到你面前 你一定可以超度他 所以因为你一直给他念佛 就像一直给他叉叉叉叉叉 他就赶紧了 一直给他念大悲咒 观音菩萨的力量 不可思议 所以我想 想要超度众生 就是要对佛菩萨的力量 百分之一百的相信 然后你负责慈悲就好了 你负责慈悲 然后对方必定离苦 所以来 发挥功德 回向所有跳楼者 自杀者 离苦得乐 南无不动如来 一清其情 孤为大尊者 引导亡魂 往生净土 欧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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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现在就这样观想 阿弥陀佛心间放出四色莲花 也叫四五亮星 然后就看他们坐在上面 然后就在那边磕头啊 唱鬼啊 然后就带他走 我会这样观想 然后我观想完 我就说超度完了 好 顶礼海沙 海桃百师 有一个问题 一直困扰我挺久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心里在这边的一个学佛群 那么学佛群里面呢 会有形形色色的各种不同层次的修行人 那么有一些群员呢 他们可能对这个藏传佛教不是很理解 他们甚至有一些是外道 比如说像什么台长或者是宜观道这些 那么作为群主呢 我很想把他们带到这个正道上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生很难得啊 而且我另外一方面觉得跟他们是因为有这个缘分 所以他们加入这个群认所 然后呢 我在这方面就会产生对这个有一种执着 就是我觉得因为 但是我又另外一方面知道 做任何事情要有一个度 如果你过了这个度呢 可能你就会对这个这种 虽然这是一种好的执着 但是我依然知道这是一种执着 所以呢 我也知道有一些方法 比如说提升自己 然后呢 在他们提出一些问题的时候 能够解答 能够把他们就是说 知道他们 他们的那些教 跟我们这些佛教到底有什么区别 比如说我们 剩余这个基督教 在哪些几个方面 可以跟他们解释 可以告诉他们 那么 就是唯一的目的 就是不想让他们浪费这个人生啊 然后 好不容易在这个人生可以接触到佛教 想让他们带到这个菩提道上面来 那么 我也知道还有一方面呢 因为就算在佛陀的时期 佛陀也没办法度所有的人 因为 有三种佛陀度不了 但是我也知道 我能做的就是 如果我尽力了 但是这个尽力 这个度怎么样来算 是一次两次 还是十次 然后还有一种呢 我知道就是除了 我能够念经 鬼像给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 不管是因为他们的业力也好 还是因为各种原因也好 他们今生可能就是 非要去 就是非要去学 那是他们的自己的道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一直觉得我跟他们有缘 如何能够除了念经 鬼像给他们 我还能够做些什么 感恩法师 好 那个把它切掉 我想 这是你的一份好心 想要帮助 那你越想要帮助 重点在你的心态 就是说 你如何让自己很平静 这样就好了 我们所负责的 我刚才讲 平静 祈求佛菩萨给他回向 不是我们去改变他 如果你要去改变 你会退转 为什么 因为 为什么他这样 有些人可以接受 有些人不接受 你就会在纷纷牢牢的状态 所以我们 越想要帮助对方 你自己又要平静 当然平静 你让佛菩萨讲的就是放下空性 无所求 但是我刚才讲过说 对方的纷纷牢牢 是我生起一个慈悲心的祝愿 所以感谢这个事情 我替他回向 当你在无所求的时候 反而打到效果 夫妻之间也一样 比如说他在跟你吵架吵架 你说 你还不如平静 充满了爱 然后他就好了 因为你会干扰到他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你必须要让自己 先有那个自在的心态 自在的心态 就像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不惩罚任何人 阿弥陀佛也没有特别喜欢每一个人 阿弥陀佛叫大悲三念 诸佛讲 他的心就是他的世界 阿弥陀佛的心叫无量世界 他可以接受任何一种众生来到他的净土 那我们要用阿弥陀佛的心态 今天要发给各位 学习倾听 这样就好了 反正我让你哭诉 然后当你在跟我哭诉 当你哭的时候 我就把佛陀的心 透过你在跟我讲话 我有时候别人跟我讲很多 像你刚才讲的这个还不多 我一直讲一直讲 我就在那边一直念一直念 等他讲完我念完了 因为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所以我只是说 因为我只透过这个圆 然后把我的佛菩萨的念头传到他那边去 所以我想你是群组 这些群就是跟你有缘 那你负责要带动的 就像大台风 那个台风眼 我负责平静的力量 那他们就会绕着我 他们会得到中间的力量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保持在这个状态就好了 所以对方只是让我们赶 这个时候不是杜众生的时候 真正杜众生是在我们成佛以后才可以 这个时候是结缘 利用这个因缘修背心 消除我 只发展菩提心 这样就好了 好 还三个问题 快九点了 那个海盗法师你好 就是这样子 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我是做金融工作的 所以有时候我会帮一些 我这边的朋友客户 就是做一些就是开户 然后他在一些平台去做交易 但是我发觉他们经常有 因为到这平台做交易可能会输一些钱 所以我心中有愧嘛 我总觉得是我的姻缘让他输了钱 所以后来呢 我通过网上看您的视频 有一个就是余宝陀罗里金的这个视频 然后我看到里面有一些念咒 就是比如说就是您刚才念的心咒 还有说可以念那个南无尺寺菩萨 或者南无金刚海印如奶 这样子就可以帮助众生啊 就帮助我自己的家人 或者是全世界的人 包括这些可能这些输钱的 一些金融的这些朋友们 就是能够获得很多的财富 所以我想问一下 我自己带他们进去做这些投资 如果他们输钱 我会不会有一些罪业 然后另外念这个余宝陀罗里金 是念持世菩萨 或者金刚海印如奶比较有效呢 还是念心经比较有效 就是他的心咒比较有效 所以我今天亲自来问一下您 谢谢您 我想对方赢钱输钱 是要看你的动机 如果你的动机因为你上班 是为了赚钱 所以你引导对方去做投资 但是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赚钱 那个时候可能你就跟他有个共业 因为你引导他的 但是如果你从头到尾的动机 就是说我希望你还是可以赚到钱 哪怕赚的不多 然后你投资哪一个会比较好 那好不好 还要看对方那个公司 他做的是善业还是恶业 它是余产利的公司 你就不能叫他 因为那是恶业 对不对 所以虽然他可以赚到钱 但是会有共恶业 这样 所以那当然你不得不做这个行业呢 那你只好要累积自己的福报 不是光你念咒给他 他会发财 因为佛教教英语 就是说你 你自己布施的福报 顾了 你念这个咒对对方才有力量 这个叫因缘 如果你自己都缺得要命 你念有什么用 所以你要念发财咒是可以的 但是就像余保陀罗尼那位长者 越盖长者 他布施很多 他家里全部都布施完了 布施了多少的饭菜 已经没钱了 了解吗 他才去问佛陀 他布施的因做到了 所以佛陀在他布施的因做到以后 请他念这个 大家念一下 这个余保就像黄金珠宝像下雨一样降到那边 那他的因具足了 然后他念这个咒 而且他得到这个钱是纯粹为了帮助对方 不是说他缺钱 他所有的钱还是继续帮助这些穷人 那这样比较符合大乘佛教 所以在这种情况当然 我只能说你最好都很祈愿 经过我承办的案件都能够不输钱 赚一点钱 更重要的 他能够得到相信因果的方法 所以可能比较重要你要告诉他 你投资就是要赚钱 但是你要赚钱 我告诉你赚钱的因 你对你老婆好不好 那不行 邪因会亏钱 对不对 你有没有怎么样 你要跟他说 就是说这些慈戒不思的 基本的因果 你要让他了解 然后一起来创造财富 可以 包括你投资的对象 你不能不管他做什么行业 反正我赚钱就好 这样也不行 那你还要考虑很多 所以我想 如果这些你都考虑完了 那你可以祈求财神 准提菩萨都可以 大悲观音菩萨 特别要事佛 这些事上都是 发财法门 包括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是汉传 汉传佛教的法师 为什么人家问我说 为什么汉传佛教法师 看起来比较有钱 因为人家都修地藏法门 因为地藏在我们叫财宝菩萨 最具足金钱的 所以这一点当然都可以 但是我讲的是动机 而不是哪一个佛号 比较圆满 好 祝经过你的都发财 好 你愿意有时间 一开始念三遍名 那么持经刚寒英如来 然后再念心众 你再有时间 更长一点 把长奏念一遍 然后再念心众 好 师傅 这边有最后一件问题 海涛法师 欢迎您到汐尼来 您的名气在台湾非常大 我都不敢相信 今天在这里能够见到你 我一直不敢相信 这真的是海涛法师 sorry 这是一个 我有两个要求 第一个就是 我们这边西里 很有名的海鲜很多 大家很多中国人来 都来到那个 Fish Market去吃那个海鲜 还有我自己以前 也是每天 每个月都吃一只活的龙虾 后来就遭了恶报 活的龙虾 就是以前没学佛的时候 都这样吃的 然后我就想 有时候 听说您就是在台湾 就是那个放生 很有名 你在放生的时候 后面的鱼都跳起来了 在水里都跳起来 我想您下次什么时候来的时候 有安排一个这样大的 一个放生的一个活动 能够感召大家 把大家这种意识 给它唤醒过来 还有我们经常去那些很多 我们很多海滩嘛 beach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 好多人在钓鱼 白天钓鱼 晚上钓鱼 我们有很多那个泪 很多那个背 就是有遇到这些人的时候 我们该念什么样的经 能够把他这个意念转过来 就不让他再去钓鱼 这样之类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呢 先回先回答 你的我忘了 好谢谢 那你讲到海鲜鱼产 有两个方法一定要学 第一个 佛陀说 用一杯水 用一杯水 供佛 回向给所有海鲜水产 然后 他们就可以离苦 这因为用佛的力量 还有法的力量 因为鱼要水 所以可以帮助他们 第二个方法是 多敲墓鱼 因为这个是汉传佛教的传承 因为墓鱼就是 针对鱼的 敲墓鱼的地方 海鲜水产也会超度 所以我们汉传佛教 每天都要敲墓鱼 就是超度鱼的 敲骨是敲度 超度牛羊猪的 敲骨 敲云水板是超度 云水板是两个 敲角 鸡跟鸭 还有恶鬼道 那这些没有说 居士不能做 因为他是不分在家出家了 去超度他 那再来一个 要念一个名号 念一下 南无宝济如来 这个宝济如来 是金光明经里面 就宝济如来一念 海鲜水产 宵夜升天 他们死掉 甚至你念他的咒 也可以 网路上都有 叫护身咒 我们出家人一定要背 因为出家人喝水 不念饭戒 水里面有细菌在 佛陀说 你们看不见 他看得见 佛观一杯水 八万四千宠 若不此此咒 如死众生 肉腾一撒身 所以可以直接念宝济如来 或者你念 欧瓦西波罗 魔尼索哈 那还有一个咒 各位最好 念一下 念一下 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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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拜託你 是你有這個悲心 你願意去念就可以 那當然我喜歡放生 我放生是為了超渡 因為我放很多牛 我就可以超渡牛最快 我放很多魚我就超渡 魚很快 為什麼因為動物很特殊 你對這一類動物好 你去超渡牠是非常的容易 所以我變成每一種動物我都會去參與 因為量不太多 而是說我參與了這隻動物的救命的過程 所以我們都會去扶持非洲救象 印度救狗 我們錢都扶持到牠那邊去 救馬我們都一直走 那這樣你去超渡那些馬就很容易了 所以各種的海鮮水產 每一樣我們都去做 所以當然量不是在大或小的問題 是你參與的 因為我們可以渡更多被吃掉的 因為你救的是百分之零點一 但是被殺的是99.9%的 所以超渡又比舊更重要 但是兩個要連在一起 所以希望大家幫忙好不好 聽到不去做犯計 好 因為時間了 可以嗎 只要你們說可以就知道 場地誰開 快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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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生命電視台是非常有名 在台灣非常有名 我們以前到印度去 15年 15年就是他可能最後一年 在佛迪迦夜的那個法會 好吧 跟我們比丘尼 因為他們登記的比較清楚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登記的比較清楚 好 那我們先回向好不好 對不起 這邊還有一個問題 關於外在世界是虛幻的 只是新的一個投影 這個說法 從知見上理解非常簡單 可是現實生活中世界還是很真實 法師能夠分享一下 你是如何知見上理解空性 最終其實證悟空性的一個過程和經驗 對後學佛的人 關於生活中提振空性 你有什麼建議跟指導 那佛教最主要要我們有個見諜 就是說你要把空性 這個正之間放在你心裡去看待世界 明明世界是你摸得到弄得到的 但是你還要加入這個見諜去分析它 你不能光憑著感覺在做事情 這你要養成習慣 那這個習慣就是一種禅修 禅修是一種習慣 熏喜 你要一直練習 一直練習 你必須透過苦的感受跟熱的感受 去練習它的如幻如化 它是透明的 看佛像也要看透明的 看事情也就像 你晚上做的夢跟你白天 在看的事實上是一樣 你要告訴你自己這個 這個叫禅修 禅修是佛陀可以給你方法解脫靠你自己 你要不要去練習它 但是我發現很多人不練習它 不練習它還想要抓住什麼 羽翼熊掌兼得最好 那這樣你就沒辦法 所以這一點還是 既然講空它就沒有一物 空就是照見萬法必盡一切法必盡空 沒有一個例外 你要徹底的去看 去了解 而且你不能一次兩次 就是說 譬如說你很愛這個人 如果他離開你你會哭 那你要一直從哭到不哭 這就是你要修的 你不能說在之間 在我知道萬法皆空 但是你不要離開我 那沒辦法 那你永遠也有一個痛苦 那沒辦法 你要我這樣想 不是你要跟他離開 你會跟他相處得更快樂 因為你對他已經不執著 可以接受他的一切 你就不會痛苦 佛教不是要你離開什麼 或擁有什麼 而是讓你超越什麼包容什麼 當然透過佛的力量 來加持自己的空性也很快 所以自己有這個願力 始為空性佛人 但是你要一定要多練習才可以 第二個法師能否講解 所以一切心所限你要背下來 外在的事物都自心所限 你要背下來然後去體鎮 性解性先相信慢慢了解 了解以後你去驚豔以後 這個叫醒 原來如此 但是你不能說 我發覺現在最大的問題是